各位畢業班的同學大家好 很恭喜大家要畢業了 這個大學的畢業是你求學比較完整的第一個階段 當然未來可能還有同學繼續要念舊所 我想絕大部分同學都要進入職場 所以我想就以我們朝陽資管畢業生的角度來看 我們即將面對到這個職場 心裡面要有一些什麼樣的準備 那朝陽資管大家從這個地方畢業 我一句話要給各位就是要有充足的信心 那職場對朝陽資管的評價到目前為止一直都是非常的良好 那這樣一個良好的傳承是要靠各位的 那麼這樣的基礎是以前已經畢業的這個學長節所打下來 那麼各位開始加入這樣一個未來的學弟妹奠定基礎的行列裡 那麼職場裡頭很重要的老闆要的 不僅是一個具備能力的人 我想任何一個老闆他更要的是懂得職場倫理的人 懂得自己人生規劃發展的人 那麼大學四年裡邊你可能學了很多的專業 那麼進入到社會 我想社會是另外一個學習階段的開始 我在這個地方要給各位一個建議就是 把職場也當成是一個學習的環境 那麼你看待每一件事情都要能夠去想 任何一個這個工作的交接到你身上 或者任何一個磨爛來到你的身上 這都是對你而言是一個學習的機會 有了一個這樣的精神 你在職場上應該能夠過得更快樂而且更充實 那麼同時間也能夠讓你的發展機會能更好 我常常說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 那麼我們從來不怕沒機會 真的很怕的是機會從你面前過的時候 你要嘛不知道機會已經過了 要嘛是看到了手都不敢伸出來去接 很多人常常遇到一個這樣的囧境 就是等待了好多年的機會 機會真正來臨 反而不敢去做它 所以畢業之後 我想你開始要創造很多你自己的特色出來 你開始要去發展你很多在職場上的這個專長出來 那麼怎麼樣能夠把你這些累積的能量能夠發揮 這個需要思維 但是這裡面一件事情很重要 只用一記得 肯努力的人機會永遠比別人多 肯刺骨的人出頭天的機會都比較早 那進入職場的這個快到面臨的這一刻 在這個地方也要預祝大家都能夠很成萬里 能夠在未來的發展裡面能夠更好 那也很期盼將來支管系 每一年的時候能夠邀請各位回來 能夠看到各位有一個很好的發展 那恭喜大家 我們… 我們來測試一下 那部分也可以 我們來用這一組的 看我要的演出 明星期間 聽到有關 聽到咖啡 真巧 王相長 明星期間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